也是行政院博弈专法草案出炉 这块108年 马祖就会出现了第一间的合法观光赌场 同时仿照新加坡模式防避措施定的滴水不漏 除了主管机关 交通部将有一批拥有警察权的博弈调查员 亲友也可以对赌鬼家人向禁赌令 不让他踏进赌场一步 而且赌客也不能在赌场里刷卡 预借现金来赌博 而措施可以说是比新加坡还要更远 马祖博弈公投通过后迟迟等不到法源依据 2号上午行政院会通过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 比照新加坡模式明定离岛博弈的游戏规则 让博弈特区的规划往前更进一步 法源是来自于离岛建设条例 所以只限于离岛 那至于航空城那些东西 目前这个法里面并不允许 在暑假再加上一些准备工作 那马祖事实上就以这个地方 就可以开放由业者来提出申请 由于在台湾本岛赌博仍受刑法规范 并不包含在这次的草案里 至于博弈特区则规定 观光赌场和国际度假区 必须是同一个经营者 并且制定禁止入场规范 以及违法处理机制 避免有适度或酒醉闹事情形发生 虽然业者拿到执照的20年内 旅客赢得的奖金都可以不用缴税 不过业者必须缴纳博弈业相关税费 协助里岛基础建设 观光赌场的赌金收入 不需要扣除人事广告折旧 还有其他成本的 如地方自行开征 税率可以最高达到7% 而且全部可以归入地方 那中央是从7%逐年调升到9% 观光赌场怎么办 大多数民众还是赞成里岛先行 只是政府想要促进里岛发展 如何在防弊与心力之间取得平衡 还得经过一段磨合 有点TV影志刚王涵秋台北报导